师兄 燕南飞也是你的好友吗 是的 我出社江湖之时 他是第一个给我勇气和信念的人 也是第一个让我明白 什么叫做一入江湖生死为江的人 少侠请来殿前一续 在他离去后 我又遇到过许多人 历经了许多爱和恨 若真孤星照命 叶某会由以剑破之 我会做我应做之事 多情山色 有情江水 笑我归无处 我会用八个傀儡保护你 行 师兄放心 我一定会走出一条属于我的路 来喝口茶吧 这位师兄认得我吗 我是你师兄的朋友 我叫苏小白 出身遗花 受天风盟盟主之命 走 见过苏师兄 不急 今夜趁秦桧之胜 恐 恐却灵之事 这位师兄认得我 此处人多人 江南的风景 还是在高处看 更为壮美 少侠来此处 与我共生如何 那人是 算了 还是先去前面 找他聊聊吧 忙着吧 没空打理你 这位是 青龙会护法 原来是蓝师兄 会有人告诉你 还请师兄 你师兄拜 最大的酒 不急 急目远眺 经脉中似有 细流涌动 奇怪 蓝师兄呢 蓝师兄 大概已经走了 只能自己去找 那个酒楼和赵姑娘了 前面有个神刀门的 小师妹 过去问问 这位师妹 请问你 我当然知道 镇鼓楼的鲁鱼 做得可 从这里出去 往哪里 这 我记起 相亲 相信 好吧 那 最可爱 ق小牢 此鲁竟然有只小猢 真可爱 号 什么 软 了 先沿着这条路向前走走看吧 但愿那个小师妹没记错 郑鼓楼果然在这儿 不知婉儿姑娘在不在里面 先进去看 前面怎么乱哄哄的 发生了什么事 都起来都起来 凭什么你说包就包啊 箭直不讲道理 要么子 几位是想在我大宋土地之上 欺负我大宋的百姓 我们的辽国人 小姑娘 那我今日 姑娘小心 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废子 谁还敢分手 靠我大宋方的侍卫 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给你们点颜色瞧瞧 我姓赵 杭二 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 要找麻烦就来找我 滚 咱们做的都是小本买卖 多谢少侠相助 在下 赵婉儿 原来你就是 劳烦姑娘 此地的四腮鲁鱼 极刚最能想 若说青龙会与天峰盟 是天下至强的盟会 那孔雀灵 便是天下至强的暗器 世间无人见过孔雀灵真容 因其一旦出手 见者皆死 绝无姓名 当年公子与道行逆师 重铸孔雀灵 练成大悲伏 欲要血洗江湖之时 终被沈丁鲁所败 之后 沈公鸿重建青龙会 唐清风惠猛套龙风 武林格局 由此而异 但争夺孔雀灵之人 却仍是前赴后劲 纷争复兮 挑起了无数 蓄与兴奉 原来如此 关于孔雀灵之事 少侠意为如何呢 少侠莫敬 那便好 叫我婉儿吧 好啊 参 参见姑娘 此地都许久 书 万死的 是 官府之人 婉儿姑娘 方才的捕快 对你毕恭毕敬 难道 此地人多耳杂 我的事 一会儿自会告知少侠 再往前走便是前塘桥 站在桥上可一览湖中美景 婉儿姑娘 对此地十分了解 想必不是第一次来 前塘镇 是江南第一大镇 我时常会孔雀灵 乃天下神器 今夜参会 如今孔雀灵 虽无灵上 此地风景 的确十分疑人 想必成船 由于湖中 更是一番享受吧 如果少侠喜欢 我们多游一会儿 也无妨 多谢婉儿姑娘 少侠不必客气 快看 我们马上就到了 奇怪 这儿怎么没有船家 船家 船家 四面荷花 三面柳 一成山色 半成湖 湖在眼前 没有船 你说这是 反不反 在下西湖 明小宝 单这一个湖子 就跟西湖 有着不解之缘 各位 想游湖吗 包在我湖小宝的身上 阁下是 丐帮弟子 丐帮 记名弟子 记名弟子 两位要游湖 可有银子 有 那就好办了 银子给我 游船不久就来 得了 两位稍等片刻 我去一去就来 我去找船了 两位在此 稍等片刻好 两位在这儿等什么呢 我们在等船 一位盖 奇了怪了 今日辽邦公主 要游湖 所有的船 都不许下水 再说了 咱这也没 丐帮弟子会开船 你们不会是被骗了吧 婉儿 这若只是骗钱 倒也罢了 不知 我去追他 有钱了 有钱了 这些钱 购买好多好吃的 这下阿猫他们 不会挨饿了 少侠 他在那儿 站住 说 你骗钱有 打人啊 光天化日之下打人了 光天化日欺负人 你也太过分了吧 这位天乡师姐 死人是个骗子 你骗她 她骗你 你还有什么话说 叶弘仙妈妈聊 我先告辞了 她若不是骗子 她跑什么 对啊 她跑什么 我去追上她 问问清楚 站住 想追上小爷 可没那么简单 你来追我呀 小爷我就先走一步咯 是哪个不少爷的家伙 敢来小爷的路